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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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裏面我都很鼓勵 電影子媒在信仰上 問多些問題 特別是有關於一些 信仰生活的問題 就是在教會裏面 你經常做的 一個星期要做一次 又或者一個月做一次 或者一生人都要做一次 當你做的事情 Suppose 是對你的生命有幫助的 那就是因為你習慣了 你又不明白為什麼你要做 對於那些的幫助 那就沒有了 近期裏面大家都在問一些 有關於聖餐的問題 特別是在這段 疫情的期間裏面 有很多人在問 究竟在網上 就是首聖餐 究竟會不會有效 沒有他 因為過去裏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首聖餐 我們是在教會裏面 但是現在沒有了實體聚會 個個都回到家 牧師在螢光幕上 去抹餅 我們家裏面又自己抹餅 究竟會不會有效 其實要問這個會不會有的問題 或者要找那個答案 我會說 你很難找到一個答案 是解答所有問題 因為這個 跟那間教會自己本身 究竟他對於聖餐 是持守一種什麼的主張 是很有關 在教會的傳統裡面 我們主要可以找到 四種不同的主張 第一種的主張 我們稱之為變質說 變質說 我相信 就是當神職人員 拿著這個杯和餅 他們抓借了 然後信徒出來領受的時候 這個杯真的變成變質 耶穌基督的補血 而這個餅真的變成 耶穌基督的身體 他們不是再是餅 他們再不是葡萄汁 而是真的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 所以門徒出來 或者信徒出來領受的時候 他們所領受的 是真的耶穌基督自己 這個觀點 其實過去裡面 都主要是天主教教會 他所接受的 不過在基督教教會裡面 我們那個主張 就是可以是三方面 第一個 就稱之為童七雪 就是信徒相信 當這個牧者 來將餅和杯竹謝的時候 耶穌基督的身體的substance 就真的離了餅 耶穌基督的補血的substance 就真的離了杯竹 所以當他們出來領受的時候 他們既是領受著 餅和杯竹 但與此同時 也真的領受耶穌基督的身體 和耶穌基督的補血 第二個主張 就稱之為 林在雪 林在雪相信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餅 就不會變成耶穌基督的身體 那些杯竹 就不會變成耶穌基督的補血 它裏面都不會有耶穌基督的身體 和補血的substance 不過 就是當牧師祝福了之後 耶穌基督的聖靈 就會淋在聖餐的裏面 所以當信徒出來領受的時候 他們領受著餅和杯的同時 他們領受著聖靈 在他的生命當中的祝福和工作 到最後就是紀念說 紀念說其實就是 看整個聖餐的行動 就作為一種紀念的禮儀 當耶穌說 這是我的身體 那個不是真的身體 這個是象徵 這個是我的補血 這個不是真的血 是毛毛汁 是象徵的那個血 然後耶穌在老家福音裡面 他自己都說 他說你們每逢如此客 為的是 做什麼呢 紀念我 所以呢 其實對於紀念說的教會來說 我們每逢去守聖餐 其實都是一個紀念的行動 紀念什麼呢 就是紀念耶穌紀錄 為我們所擺上的他自己 紀念耶穌紀錄 釘在十字加上 更重要就是紀念耶穌紀錄 對我們的愛 所以如果你要問回 究竟這個網上聖餐 究竟活不活 那你就要看回 究竟網上聖餐的進行過程 和我自己教會 我的傳統 我們一向對聖餐的主張 究竟相不相符 做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夠切合到 我們教會所主張的聖餐 那個意義 對於我們作為紀念說的教會 因為我們看聖餐是一種紀念 所以即使牧者 在這個螢幕上面 來祝福 來帶領鄧姊妹來守聖餐 雖然我們抹的餅 也不是牧師在鏡頭裡面的那個餅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走在一起 我們有同一個目標 我們都是在紀念 耶穌基督為我們的寫生 為我們的愛 其實都做到那個紀念的意思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網上聖餐其實都不是沒有它可行的地方 雖然我們都知道聖餐 其實不需要一個人自己家裡做 這個其實是一個群體的舉動 是整個教會的群體我們走在一起 當我們一同一來到領袖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與此同時從隔壁那個 或者我們身邊的人一起在認訊著 或者彼此的來到去肯定著 耶穌基督對我們這個群體的付出 但因為在這個疫情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有這個實體聚會 但若然的時候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但我們依然有同一個目標 同一個心智 同一個方向就是紀念我們的主 為我們所作出的救恩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在一種固體的底下 帶一同的領受或者紀念 耶穌基督自己的 所以對於紀念說的教會來講 其實網上聖餐都不是不可取的 當然我們盼望有一天我們可以 回到教會裡面我們一起的領受 那種的體會相信也更加深 不過即使今天我們的教會 有這個網上聖餐也好 又或者未有或者沒有這個網上聖餐也好 其實這個也不會改變到 耶穌基督愛我們 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擺上祂的恩情這個事實